下面我们来复习这个第七章 叫导数的用用之三 用导数解决物理方面的问题 考的最多的就是解决变化率 解决速度 解决加速度 这样几个量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来举例子来看一下 第一道题说 一个球的半径 以每秒钟5厘米的速度增长 球的半径达到50厘米的时候 就问这个时候 球的表面积 它增长的速度是多大 那么速度 速率 这种名词就是指的什么 指的导数 谁的速度 就是指的谁的导数的意思 好了 研究对象是什么 研究对象是表面积 我们来研究一下 表面积是不是等于斯派阿方 这是中学的基本公式 那么表面积等于斯派阿方 我们要找表面积的速度 就是找表面积的导数 关键是对谁求导 有人说老师 那表面积等于斯派阿方 跟阿有关 那就对阿求导 错了 阿又受谁的影响 这个半径也是变的 它也是一个变量 受谁的影响 受时间T的影响 故这种题都得对谁 对时间T求导 让表面积对T求导 那阿当中间变量 这其实是复合函数 是吧 阿方求导得2R 然后阿自己再求导 看 是不是得2R 然后R再对T去求导 然后再入数据 我们求的是哪一时刻 说半径达到50 把半径取50 把半径的导 就是半径的变化速度 5带进去 得到2000派 然后不要忘了写什么 别忘了写单位 面积 表面积也是面积嘛 面积的单位是平方 这个不要忘 那么同理还要研究什么呢 研究体积的这个变化速度 那第一步找到体积的表达式 体积是三分之四 派阿的三次方 然后体积求导 对谁求导 当然都一样 对时间T求导 三次方求导 就是三倍的阿方 该约分约分 然后阿再对T求导 然后带入数据 什么时候 只在乎半径达到50的这一瞬间 半径取50 半径的导 就是半径的速率 是5带进去 得5万派 然后呢 不要忘了单位 体积的单位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三次方 这是我们中学物理学的量纲的问题 长度是一次方 面积是二次方 体积是三次方 这个单位不要忘 忘了这个单位 你这个五分就没有了 就因为这五分 是吧 我们前面就谈到过 可能清华北大 可能交大 这大你就上不了了 多可惜呀 好了 这种题 不难 但是是考试的重点 数学特别喜欢出这个地方 选择填空题 像早年 我记得还研究过什么 研究过一个长方形 它的长跟宽的变化 会影响到对角线的变化 当年考什么 考那个对角线的变化速度是多少 他是这样来考 那就是怎么办 列出对角线 然后让对角线对时间踢球倒 是吧 跟今天一样 列出表面积 表面积对踢球倒 列出体积 体积对踢球倒 然后不要忘了单位 好 再往下 看一个综合的 半径为二分之一的圆 在这个抛物线上 凹的这一侧滚动 这个抛物线就是谁呀 这不就是y等于x方 这个抛物线吗 是吧 两面平方 y等于x方 那画出来就是这东西 然后呢 这上面有一个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给它 有一个圆在这滚呀 是吧 这样来 假如说呢 我们要找什么 找圆心啊 圆心的一个轨迹方程 那怎么找呢 列出任意时刻 我们在 这个这个 随便找一时刻啊 就是在这个随便一时刻 假如这个圆滚到这了 这个点P呢是抛物线上 随便一个点 要突出认字啊 认一个点 因为轨迹方程 它是随着不同的时刻而变化的 好了 点P是随便一个点 它的坐标就是xx方 因为它在这个抛物线上 然后呢 我们要列方程 这怎么列呀 显然大家不难发现 圆心跟这个点P一连 刚好是法线 是吧 而且它俩一连 刚好是半径 一有个法线当条件 二有个半径当条件 这两个条件列出来 基本上就解决了问题 好 我们怎么办呀 我们可以求导了 是吧 求出这个抛物线的导数是2x 这是切线的斜律 是吧 我们就能写出什么 写出它的法线方程了 那就是y减 这个y0等于 导数代表切线 那就是负导数 是吧 负2x分之1 大x的减小x 这就是法线方程 然后怎么办呢 它这个圆心也在法线上 且圆心到点P的距离是2分之1 这就是半径嘛 因为它说了嘛 半径是2分之1 所以呢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什么 两点间的距离公式了 那么两点间距离公式 大家想 是不是这个圆心到这个点 这两个点的距离是2分之1 两点间距离怎么写 是不是 坐标减坐标平方 再坐标减坐标平方 是不是开根号等于2分之1 开根号叫2分之1 那不开根号了就叫多少 就叫4分之1了 对吧 开根号是2分之1 两面平方 根号拿掉 那这边2分之1变成4分之1了 这个地方是半径作为条件 那么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啥呀 那就是这两个点 是不是在法线上 那是不是这个圆心要在这个法线上 那就是把这个圆心还要在法线上 那就是X取谁 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大X 这个圆心要在这个法线上 圆心呢 这个大Y就取得这个纵坐标 一塔 大X取这个横坐标可三 所以纵坐标减X方 等于法线的斜率 然后横坐标减这个X 这就得到了我们的这个两个方程 上面这个方程是因为在法线上 下面这个方程是因为半径为2分之1 那么通过这个方程这里面有几个量 是不是有一塔 有可三 有X 有一塔 有可三 有X 是不是有三个量 三个量怎么办 我们的目标是要解谁 解圆心 所以我们从中解除谁呢 解除可三 解除一塔 但解出来肯定跟谁有关 跟X的有关 你看这个地方解出来可三 解出来跟X的这一大堆有关 一塔解出来也跟X的这一大堆有关 这其实得到什么了 得到的什么方程 叫参数方程 这不就得到了原心的一个轨迹吗 你看就是X的只要一固定 X的只要一变化 是不是原心可三一塔 它的变化情况也知道了呀 这其实叫参数方程 对吧 轨迹 啥叫轨迹呀 轨迹就是找谁的轨迹 是不是找可三一塔的轨迹 找可三一塔的轨迹 就是找可三一塔的关系 听到没有 那可三跟一塔的关系 有几种关系 一这个显函数关系 就是明显一塔等于几个可三 这种叫显函数 第二是隐函数关系 咱们学过 第三个就是什么呀 参数方程的关系 甚至第四个极枣标的关系 对不对呀 就是说呢 两个量之间的关系 也叫两个量之间的一个轨迹 是吧 这个轨迹说白了 就是找两个量的关系 那这两个量的关系 那五花八门 可能找出来是显函数的关系 那就是很明显 我们容易接受 也有可能找出来是隐含数的关系 也有可能找出来是参数方程的关系 甚至找出来是极座标的关系 这些呢 我们都得接受 这就是一种关系的体现 好了 这就找到了这个原心可三一塔的 这个参数方程的关系 然后第二问干什么 我第一问已经找到了 这个原心可三跟一塔 第二问呢 说原心以速率V0运速上升 这个以速率V0运速上升 谁代表原心往上走 可三代表原心横坐标 一塔是不是代表原心的纵坐标 所以呢 这个V0原心以速率V0上升 这个V0应该是指什么 你看看 这个V0应该是指 它这个是上升的意思 应该是指一塔的导数 是不是一塔代表原心的纵坐标呀 是吧 你原心的纵坐标以V0速度上升 其实这个V0就是一塔的导数了 然后让你求什么 求横坐标的一个增长的速度 那就是找横坐标可三一的什么 是不是找可三一的导数就行了 是吧 这个什么速度 就是找导数嘛 找可三一的导 那么这个条怎么找导呢 肯定要介入第一位了 我们在第一位已经找到了可三 是不是跟一塔的参照方程关系 那可三跟一塔 按照我们曾经学的参照方程求导 所以可三跟一塔的导怎么办 是不是可三一对X的球 一塔对X的球 X的是中间人参照方程嘛 那么可三一对X 刚才咱们找过来看 可三一对X的求导 一塔对X的求导 自己求 切完之后往这一放 得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二X的分之一 找到了他们两个是二X的分之一 然后还知道一个V0 这个V0是指的谁 应该是指的一塔的导数 看是不是一塔对时间踢求导 刚好应该是这个V0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是可三一的速度 可三一的速度就是可三一的导 对谁的导 对了 是不是应该是对时间踢的导 是不是 这是我们要求的 那可三一对时间踢的导 该怎么求呢 你看 你知道可三一对一塔 你知道一塔对踢 这两个导一乘不就行了吗 听到没有 是吧 可三一对踢 就是可三一对一塔 再乘一塔对踢 是吧 这不是咱们学过的 这个导数的这种思想吗 是吧 可三一对踢的导 可以让可三先一对一塔 一塔对对踢 那前半部分看 可三一对一塔 刚才按照参照方程找到了 就是二X的分之一 后边一他对踢 踢目给了叫V0 那答案就是二X的分之一 乘V0 那答案自然就是二X分之V0 走完了 这个题说来说去 还是考什么 考导数 对谁求导 对时间踢求导 对吧 还是对时间踢求导 好了 那么这道综合题 我们就到此结束 那么继续 我们来看第七章的巩固提高 那么巩固提高呢 又涉及到最大最小值 是不是涉及到燃油量的 最大最小问题 那么燃油量 这个受谁的影响 我们读一下 从甲道乙距离是一千千米 然后呢 货船从甲出发 岩浆以允速逆流而上 到达乙 假设呢 在单位时间内 就是一个小时吧 它是这个单位时间的小时 一个小时内消耗的燃料 与速度的二分之三成正比 比例系数为一 又知道江水的流速为二十千米米小时 大家读一读 它是怎么去过去的 逆流而上 我们在中学里面学过 那这个船是逆流而走 那船的实际速度 一定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V吗 V代表什么 V是不是代表船的速度 表面上船的速度是V 但是它的逆流而上 那逆流而上 实际上船的速度不是V 而是要减掉这个水流 所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 所以货船的实际速度 应该是理论速度 V减掉逆流 减掉这个水流二十 这才是货船的实际速度 它是隐速的 这个水流也是隐速的 都认为是隐速的 那么总距离是一千 然后呢 速度是V减二十 这样一出得到什么 得到整个行程所需要的这个时间 有了时间就能找到什么 是不是找到我们的这个燃油量 你看单位时间内 消耗的燃量与V的二分之三成正比 就是比例系统为一 就是一个时间内 一个单位时间消耗多少 是不是消耗V的二分之三 你现在是航行多少小时 是不是V减二十分之一千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燃油量我们就找到了 消耗的燃油量我们计为A 这个A等于什么 是不是一个时间内消耗V乘二分之三 是不是消耗V乘二分之三 那两个小时内 是不是消耗二乘V的二分之三 那你一共航行多长时间 是不是V减二十分之一千 这是时间 这是V的二分之三 二者相乘比例系统为一 这一乘就是啥 总的消耗量 就是燃料的总的消耗量 好了 我们的目标找到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研究 这个消耗量的问题 研究消耗量干什么 何时达最小 那消耗量什么时候达最小 那是不是要借助消耗量的导数 是不是得求导了 还是导数的问题 是不是上到下不动 上不动下去导 出个分母的平方 整理一下 让导数干嘛 等于零 让导数等于零 我们解除什么了 只能解除一个点 叫V取六十 那么如果只能解除一个 我们相信就是这个点 能让目标 是不达到所谓的最小 由于那为啥不是最大 它考的是最小 我们一般相信这个唯一的就能使它最小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验证一下 它确实能使它达到最小 怎么验证呢 检查两边的导 你会发现 这个点的左边导数比零小 右边导数比零大 所以这个点左右 这个燃料 它是怎么变的 是不是应该是先减下来 是不是再增上去 先减下来再增上去 这个点果然成功的达到什么 是不是达到极小 唯一的极小就是什么 就是最小 所以呢 速度达到六十的时候 这个燃油量A消耗的能最小 走完了 像这种文字语言题 始终是我们同学的薄弱环节 就是不会把这种文字语言 提炼成数学符号 列出数学的表达式 对不对啊 这一点是一个难点 而恰恰这一点也是个关键 考试喜欢这样出 就这种文字表述题 给了长篇大文字 要把里边的一些量 给它赋予这个数学符号 是吧 列出我们的研究对象 然后呢 用导数来去解决 这样就把 是吧 所学跟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连在一起了 这一项能力始终是考试要求的 就是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这个呢 始终要加强啊 好了 这是一个综合的 但不是很难的题 再看下一道题就有难度了 说一个置点在单位时间内啊 从A点静止 A点是静止的哈 从A静止开始做直线运动 到B停止 A点是静止的 B点停止了 这个过程一共用了 呃 单一个单位时间 那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认为用了用了一分钟 用了一小时都行 然后呢 A B的距离唯一 一啥呀 一米一千米都行 其实让你证明 置点在01内 总有一个时刻啊 因为它的单位时间嘛 啊 在这个单位时间内 一定刚好有某一瞬间 它的加速度绝对值 是不小于四 就大一等于四 这里面涉及的速度 涉及的加速度 像这种题呢 我们说过了 要引入数学符号 你比方说啊 我们假设置点的运动路程 那你看 它是从A点静止 是不是跑到B 是吧 那从A跑到B 那假设呢 它的运动轨迹 就是Y等于YT了 啊 就是说随着时间T的变化 它呢 是位于不同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计为Y 那么这个时间T呢 是单位时间 是不是从0跑到1了 那这里面呢 要列出一些关键词 比如T取0 就代表A 是不是静止 所以我们往下带了 那T取0 就是A点 就是静止 那T取0的时候 刚好在A点 认为这个路程为0 T取1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单位时间 刚好运动完 到达B 距离是1 那T取1刚好到头了 到B 那这个路程也是1 那么呢 0点的导代表什么 路程位移的一阶导代表速度 所以Y1P0代表0点 也就是A点的速度 A点静止速度为0 然后Y1P1代表1点的这个导数 也就是1点的速度 1点的速度就是B点的速度 B点停止速度为0 这个导叫速度 一阶导叫速度 二阶导叫加速度 它是考这个知识点 好了 这是我们已知的 然后我们想证明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证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证明 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点 干什么 待会儿这个点的二阶导 就代表什么 加速度嘛 它考的是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二阶导 二阶导代表加速度 考加速度的绝对值 就是二阶导的绝对值 不小一次 大一的一次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费尽功夫 要证明 一定能够在01之间 这个01是代表什么 代表时间梯 在01内总有一个时刻 时刻不就是时间的意思吗 在从0到1 这一个单位时间内 一定能刚好找到某一时刻 干什么 这一时刻满足 加速度 绝对是大一等于四 也就是满足这个点的二阶导 绝对是大一等于四 那这咋正呢 这就你看我们同学就往下不回了 大家看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高阶岛的不等式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章第六章中之定理 方程跟不等式也讲过 涉及到某个点的高阶岛不等式 想到什么 泰勒公式呀 你怎么想到忘了泰勒呢 是不是做展开呀 第一波 做展开 那么在哪里展开呢 是不是要将这个函数在已知岛数值的点 咱们是不是知道零点的岛 是不是知道一点的岛 所以要选择在零点做一次展开 在一点做一次展开 看准备 那就是Y等于Y0 Y0乘个T 二的阶乘二阶岛乘个T方 然后往里带 那么Y0咱们知道带进去吗 Y0等于0 Y1乘0也是0 这一带 是不是就只有这样一个二阶岛了 同理在一点做它的展开 YT等于Y1 Y1乘1 是不是T减1 二的阶乘二阶岛 T减1的平方 然后来再往里带 是不是Y1是多少 Y1这个地方是个1 是吧 它可以是1 Y1乘1呢 它是个0 那这样一带 是不是就剩下一再加上 二的阶乘二阶岛这个东西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两次它的展开 那么我们在第六章讲过 第一步选好展开点 在零点展开 因为知道零的岛 选择在一点展开 因为知道一的岛 第二步该选谁了 该选这边的T了 是不是该让这个字母T 给它固定住了 是不是第二步选咱们的X呀 以前叫啥 以前叫X的叫X的0 今天叫T和T0 那这个T取谁呢 那肯定找那种特殊值了 是不是找端点或者找中中间 但是端点用过了 所以T咱们找什么 找正中间叫二分之一 你知道为啥找二分之一 这是经验 我们在第六章不也讲过这种例子吗 是不是刚好找正中间二分之A加B 把问题得到解决了 这都一样 好了 如果取正中间 上面这个态度公式变成什么了 那就是Y二分之一等于 那T取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平方四分之一 再成了八分之一了 那底下这个态度公式 左边也是Y二分之一 等于多少 一照超 那T减一 二分之一减一 负二分之一平方四分之一 还是八 是不是变成这两个东西了 我们的这个要研究的是什么 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二阶岛 跟这个二阶岛 你想研究二阶岛干什么 是不是绝对之大一等于四 大家想这个二阶岛跟谁有关 是不是跟这个Y二分之一有关 Y二分之一是啥意思 这个Y二分之一 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这一时刻 我运动到哪里了 对不对 大家想 从零点 零点的时候 我刚好是不是静止在七点 一点的时候刚好跑到了终点 那么在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刚好运动到哪 那你想这个不一定 它不是匀速运动的 那你看 是不是从零点开始静止 然后往下运动 是不是走了一半的时间 时间用了一半 它刚好走到哪 是不是走到Y这个地方 这个Y在哪 原来说Y刚好也在二分之一 这不一定 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 是吧 那你想了 我们要研究二阶岛跟谁比大小 跟四比大小 二阶岛要想跟四比大小 这个二分之一最好跟谁比大小 就是这个左端的Y二分之一 你看 二阶岛除八等于它 你把八乘过去 你把八乘过去 是不是二阶岛等于八乘Y 八乘Y要想达到四 是不是八乘Y等于四 是不是Y得去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怎么办 就让这个Y二分之一 跟二分之一比大小 这个二分之一是指的路程 就是说呢 里边这个二分之一是指的时间 时间用了一半 我有可能刚好走到哪 有可能刚好走到后半段 因为二分之一是路程的正中间 因为它的总的距离是一嘛 所以有这种情况 是吧 就是时间过了一半 我刚好这个质点运动到哪 我刚好运动到正中间 甚至我刚好运动到超过了正中间 是不是大一等 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 咱们一代入就会发现什么 那这样的话 这一代入就会发现 Y 可三一 刚好干什么 大一等于四 是不是二阶岛大一等于四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时间用了一半 我只跑到哪 我只跑到了前半段 我连正中间都没越过 有这种情况呀 因为它也不是运速运动 它可能前边先减速 后边速度提上去了 它有可能前边先加速 后边速度减下来了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要讨论问题 好了 那么如果说时间用了一半 我刚好还没到二分之一的地方 那就落到了是不是左半段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不要看这个二阶岛 看后面这个二阶岛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发现 后面这个二阶岛就会干嘛了 后面这个二阶岛就会小于复死 那这样的话呢 不就证明完备了吗 因为就这两种情况 你想对不对 因为你看 时间过了一半 要么你刚好运动到正中间以后 要么时间过了一半 你运动到前半部分 没有别的情况了 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都能证出 有某个位置 二阶岛大一等于四 是不是有某个位置 二阶岛这个地方加绝对值也是大一四 那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这说明什么 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点 干什么 使得该点的二阶岛加绝对值 刚好天生大一等于四 这个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 一定存在 那不就证明成功了吗 这是涉及到用泰勒公式 展开 找特殊值 然后分类讨论 最终把这个问题得到了 就是一定有 到底在哪 我这个不好说 是吧 反正一定有 一定有 某一时刻 使得该点的二阶岛 就是该点的加速度 绝对值大一等于四 这不就成功了吗 这个分类讨论你得看明白 就是这个紫颜色的是吧 二分之一时刻 我的路程歪 有可能刚好超过正中间 甚至还比 甚至超过了正中间 那这个时候呢 二阶岛大一四 还有一种情况 时间过了一半 我的路程还没达到正中间 那这个时候呢 看后边这个二阶岛 它的小一副次 那这两个一合并 那肯定绝对值大一等于四 那不就成功了吗 好了 这是一道有难度的题目 涉及到泰勒公式 来去解决这种证明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数一数二 物理应用就到此结束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转入第八章 我们的第三大块 积分的这样一个环节 这一�无论的原因 我们的第三大块